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探讨男人跟女人怎么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按字面去理解神的麻醉和外科手术 我实在不大清楚 总而言之 这是非常精妙奥秘 精彩奥妙 那一致亚当一看见夏娃就唱出了人类史上第一首情歌来 这是我的鼓中鼓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 所以洁经家洁经学者认为 从类旁取出来的具有深具象征意义 在1159年任巴黎主教的伦巴德 写了著名的基督教教义简要 叫汇聚集 他说夏娃不是取自亚当的脚下做他的奴隶 亦非取自他的头颈做他的主子 乃是取自他的肋旁做他的伴侣 很有意思 在1704年开始写圣经注释的亨利马太 可能是隐身伦巴德的话 这样论夏娃 他说他不是从他头上来骑着他 不是从他脚下要被他踹在下面 乃是从他的肋旁来与他同等 在他的怀中受到客户贴近他的心 蒙倦爱 因此婚姻在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里 都是一个被确认被监管的制度 是对的 但这不是从人来的 基督教婚姻观 乃是从快乐的宣认开始的 我们说婚姻是神的主义 不是人的主义 曾如1662年 婚姻礼拜仪式上 礼拜文所说的 婚姻是神在人纯洁无暇之时 早已亲自立定的 所以今天这一课的内容 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 他把这个婚姻怎么来的 女人怎么造的 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并且有非常好的故事 还写了两个作者 他们的看法 这个看法 我自己认为 你看 神的先知 摩西 在他写创世纪的时候 他真是非常有智慧 你可以想要在三千五万年以前 他在思考最早的时候 这个人是怎么来的 然后第一个人怎么来的 然后再有第二个人怎么来的 第一个人自然是神所造的 从无造有 从泥土造人 而第一个人已经造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模板 是吧 因为他有敌人 现在来观点来看 染色体 从他身上肤质就可以了 对 我们说那个克隆羊 克隆这个动物 克隆狗 那么当然人是不能随便克隆的 有人想做这个克隆 对 所以当时的时候 我们说 神造了第一个男人 造了第一个男人 亚当以后 那么神造第二个女人 容易多了 只要从他的肋骨上 我们每一个人有十二条肋骨 而这个肋骨呢 其实我们知道啊 现在断一根 不影响呼吸 不影响你走路 是吧 你可以 你可以外的手术拿掉一个肋骨 看你拿哪根啊 对 一般上拿掉一根 就很问题不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他就明白 从这个肋骨上拿出来 然后造女人 造女人 而这个又隐身到了 男女之间的关系 而女人造的时候 从男人的肋骨拿出来 肋骨就长到旁边嘛 早就一眼一眼下 是吧 所以呢 他拿的时候 他不是拿一个脚趾头 也不是拿个头发 是吧 他拿一个肋骨 这很有意义的 肋骨上有血管 有这个神经 是吧 有这个 有这个肌肉 是吧 一些基本东西都有了 所以 那从那呢 他造出来 实际上都衍生到 男女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啊 被呵护的关系啊 是吧 是平等的关系啊 你可以有很多的 想象的空间 是吧 总而言之 女人是从男人身上来的 这个也符合这个 神造人的这个秩序 也符合现代这个 我们对这个 这个基因学 这个 遗传学的理解 我觉得呢 这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女性 我们要 不管如何 我们要深爱自己的丈夫 体贴自己的丈夫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丈夫 也要爱我们的妻子 因为我们本来 有同样都是神所造 只是造的次序不一样 何况女人 又是从男人的 累过来而来的呢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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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